北京时间7月26日,前NBA最佳第六人拉玛尔奥多姆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,他已经决定重担篮球赛场,并将会加盲一支来自于中国的球队。 1979年出生的奥多姆已经38岁,并且即将进入39岁的高龄,过去这段时间他已经不断的释放出想要付出的信号,并且将精力集中在训练场,不过考虑到奥多姆的年龄问题,尽管他尝试重摆NBA,但最终却是处处碰壁,还好他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。 根据奥多姆社交媒体的消息,他将会前往中国打球,但是具体是哪一支球队,又或者是否是CBA还是二级联赛? 他并没透露,值得一提的是,奥多姆透露,自己是受到了马布里的鼓励,才做出这个决定的。 对于奥多姆,中国球迷绝对不会陌生,他曾经长时间效力于虎人,并且曾经以第六人的身份,跟随可比加索尔一起成为冠军委业。 奥多姆原本是这个联盟最出色的风险球员,但是却在结识可乐卡带山之后逐渐走下坡路。 在2011年夏天被交易到小牛独行侠之后,更是直线下华成为问机球员。 2012年,奥多姆曾经重返洛杉矶加盟快船,只可惜在这里他仍然难以找到感觉,常规赛场均只有4分5.9篮板,1点击助攻。 奥多姆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2013年的5月4日,当时效力于快船的他在季后赛首轮第六面对灰雄。 此一才赢得了手,发机会出战打了23分钟,但是8头3中只有7分2篮板2助攻进账,最终快船也惨败13分。 在系列赛2比0领先的情况下连输第四场,以2到4被淘汰出局。 而在和快船分手之后,奥多姆随即陷入到了不断的麻烦中,他和科乐卡带山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。 他自己也因为沉迷于酒色,而逐渐拖垮了身体,甚至因为滥用药物和纵日险些惨死在妓院中,在经历了多重打击之后,最近两年奥多姆逐渐从泥潭中走出来。 他原本尝试做一些助教工作,但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邀请,所以转而将精力放在重返球场上,能够接到中国球队的邀请,对于奥多姆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。 按照他此前的说法,他仍然希望能够重返NBA,如果能够在中国联赛表现出色,或许他能够实现自己卷土重来的愿望。 感谢观看